不一样的卡梅拉 二 我想有颗星星 太阳快下山了 小鸡们抓紧时间在睡前风玩 滑滑踢 荡秋千 踢球 游泳 嘻嘻哈哈 叽叽喳喳 这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 今天到此为止 快点回去睡觉 卡梅拉扯开嗓门命令大家 小鸡们很不情愿地往回走 快 我都看见狐狸闪光的牙齿了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卡梅拉仔细地数着 三十九 怎么少一个 又是那个淘气包 卡梅利多 你在哪 赶紧回来 小心狐狸吃了你 我才不怕呢 卡梅利多仰望着闪烁的星空 他才不在乎妈妈的恐吓呢 哇 一颗流星 流星 瞧 一颗美丽的小星星 坠落在灌木丛里了 我来了 宝贝 卡梅利多 卡梅利多欢呼着奔过去 想凑近了桥一桥 自打他从蛋里钻出来 就梦想着这一天了 啊 我的天 他正一动不动地躺在沙滩上呢 卡梅利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轻轻地走过去 可怜的星星 看来这趟旅行把你累坏了 他轻轻地抚摸着星星 奇怪 原来星星这么软 还有股鱼腥味 我找到星星了 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 他抱着星星 温天喜地地跑去告诉老朋友佩罗 这个难以置信的好消息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嘛 一颗从天上坠落的流星 佩罗放声大笑 我可怜的卡梅利多 这只是一只海星 而且已经不太新鲜了 真傻 傻瓜 好臭啊 傻豆了 知道吗 我的小家伙 星星是不存在的 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事实上 每当夜晚来临 地球就被一个巨大的黑色漏勺盖起来了 那些星星 只是从漏勺的小洞里透出来的光 懂吗 我的小傻瓜 哈哈哈哈 卡梅利多伤心极了 小绵羊被里奥过来安慰他 别哭了 卡梅利多 我把你的星星捡回来了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有一个朋友 加利略 加利略先生 他和你一样 每天晚上都在看星星呢 我们去问问他 说不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他们来到一座有着美丽花园的房子前 天文学家就住在这里 好奇怪的家伙 他竟然从管子里看星星 卡梅利多简直无法相信他看到的一切 小莫咪 用这个望远镜 我就发现了好多新的星星 看来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啊 晚 晚上好 哦 是你啊 贝良 天文学家头也不回地说 这是你带来的朋友 晚上好 加利略先生 我叫卡梅利多 嗯 你能让我从这个 这个管子机器里看看星星吗 哇 这是星星 离我们好近呀 好像我一伸手就可以够得到 先生 什么时候我能 能亲手摸一下真正的星星呢 卡梅利多兴奋地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摸星星 哈哈哈哈 贾利略大笑起来 等到小鸡也能长出牙齿吧 哈哈哈哈 与此同时 在太空中 嗨 老师 看呀 那有颗美丽的蓝色星球 安静点儿 孩子们 安静 让我看看 我的指南手册里有没有标记 嗯 哦 这个星球叫地球 哇 它太美了 老师 我想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 不能等一等嘛 撒地尼 就你事多 哎 好吧 我们就在地球上停一会儿吧 还可以从那里带点纪念品回家 来吧 孩子们 都回到座位上 系好安全带 戴上保护镜 机长 能不能再快点 快点 再快点 经过一晚的工作 加利略回屋睡觉去了 两个好朋友也累了 就在凳子下面做起了美梦 突然 卡梅利多被一阵可怕的巨像惊醒了 一个大火球从天上降落下来 轰隆隆的响声把房子都快震塌了 贝里亚 贝里亚 快醒醒 太棒了 这里好漂亮 有草地 还有一幢老房子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些家伙也是小鸡 一群绿色的小鸡 瞧 他们还长着奇怪的牙齿呢 嘿 这是我先看到的 放手 天哪 这个东西又就有难看 笑一笑 哥们 你可对着镜头呢 孩子们 安静点 慢慢来 刚才那阵恐惧的感觉过去后 卡梅利多忍不住想去看一看 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鸡窝是什么样的 过来 贝里奥 如果我们回不了家怎么办 贝里奥虽然非常不情愿 但还是跟在卡梅利多后面 向火球里走去 有人吗 卡梅利多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找不到靴子了 所有的人都走了 只剩下我一个在这里 好害怕呀 你好 卡梅利多礼貌地问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小绿机睁开眼 看见他俩立刻停止了哭泣 我叫塞勒斯 是卡萨夫人班上的 我叫卡梅利多 这位是贝里奥 你们的鸡窝可真棒 卡梅利多赞叹道 这个东西怎么运转 贝里奥好奇地指着一个圆筒问 嗯 他和兴起发动机一起运转 发动机 什么是发动机 嘿嘿 你们可真有意思 连发动机都不知道 那我就带你们参观一下吧 我们是绿色班级的 跟着老师游览各个星球 小绿机塞勒斯非常自豪地向他们解释 你们是从星星上来的 卡梅利多大声喊道 看 我说对了吧 真的有星星 当然了 看看我们找到的这些漂亮东西 这是在学校里的必修课 什么是 学校 你从没有上过学 嗯 是的 卡梅利多有点不好意思 唉 你们这些男孩子呀 看来我们要从头学起 塞勒斯耐心向他们解释 在我们银河系中有十亿颗星星 啊 多少 十亿 嗯 就是很多的意思 卡梅利多望着小绿机的牙 忍不住问道 塞勒斯 我问个问题 你可不要生气 为什么你们会长牙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有一天 农场主给我们吃了肉 后来 我们的牙就长出来了 那 农场主后来怎么样了 嘿嘿 我们把他们消灭了 并且占领了他们的农场 塞勒斯突然喊道 哦 我的靴子 我找到我的靴子了 对不起 我得马上下去 快走吧 我必须找点东西带回去 这是老实布置的作业 塞勒斯 收下它做个纪念吧 卡梅利多慷慨地把海星送给它 这是整个地球上你能找到的唯一一颗星星 你收下吧 很好玩的 贝里奥补充道 它很软 而且有股鱼星味 塞勒斯高兴极了 它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 在他们的星球上 既没有大海 也没有沙滩 我也送你们一个礼物 它在背包里翻着起来 看 只是一个小玩意儿 但很有意思 它双手捧着礼物 激动地送给新朋友 这是金星上的一块碎片 我昨天拿到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 贝里奥 你看到了吗 金星上的 太神奇了 我摸到星星了 我摸到星星了 过来 塞勒斯趴在地上 用小木棍画了一幅图 每当晚上 天空中会出现一组星星 组成像狐狸的图案 看到它闪亮的眼睛了吗 那就是我住的地方 记住哦 飞船就要返航了 三个好朋友含着泪水 依依不舍地紧紧拥抱 慢慢来 孩子们 慢慢来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怎么少一个 是塞勒斯 卡萨夫人生气地大声喊道 我们要出发了 塞勒斯 你在哪儿啊 你到哪儿去了 塞勒斯 快点 快 老师 看我带回了什么 地球上的星星 再见 再见了 塞勒斯 我永远也忘不了你 飞船消失了 烟雾也随之散去 我们该回去了 贝利奥说 到时间了 卡梅利多还沉浸在刚才的奇遇中 真可惜 你还不了解大人们吗 我们迟到五分钟 他们就能扯出一堆事来 两个好朋友 决定对这次奇遇保守秘密 谁也不告诉 我们已经不是小孩了 对吧 鸡舍里日子还像往常一样 太阳升起就得起床 太阳下山就得睡觉 卡梅利多 快回来我的宝贝 小星狐狸把你吃了 好的妈妈 再等一分钟 看那卡梅利多 一颗流星 我许了一个月 我也许了一个月 天文学家还是每天晚上对着星星说话 我现在越来越肯定 在另一个星球上 有生物存在 但现在还不好证实 快点 我许了一个月 就是我许了一个月 我许了一个月